欢迎回到新台湾的星光大道 我们来插播最新的现场消息 行政院刚刚开了一个防疫记者会 卫生署署长叶金川呢 说现在要开始采购千万支疫苗 希望呢9月开始开打 12月之前呢 所有人都可以打到疫苗 我们连线给记者黄玉芬 好因因新流感的疫情呢 今天行政院长刘兆玄 是亲自来主持了跨部会的会议 那会中也有一些报告表示说呢 所谓的这个新流感的疫苗 将在年底之前大规模的施打 我们听一下叶金川的说法 就说只要想打疫苗都会打得到 时间的问题我们有个优先顺序嘛 那生病了要治疗 一定有地方可以看病 一定有地方可以 一定有药可以吃 就让国人放心 就是要打疫苗就有疫苗 要看病有地方看病 要吃药有地方 有药可以吃 国外厂比较快 他们大概九月就可以 理论上九月就可以制造完嘛 那国内的 我们的期望是大概十月陆续交货 那到十二月以前全部打完嘛 好叶金川表示说呢 目前预计要采购一千万支的新流感疫苗 而已经下单两百五十万支 是由国外的厂商来制作 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呢 就会交货来到台湾 因此大概九月的左右 就可以开始施打了 那到时候希望所有人呢 只要想打疫苗的人都可以打得到 那另外叶金川被问到说 马总统出访前 其实跟他通过电话 那马总统有没有特别交代说 疫情防疫工作要怎么准备呢 叶金川是表示说 这方面他比总统还要专业 因此呢反而是他有提起总统说 出访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小心啦 以上是现场最近情形 将镜头还给棚内 好的我们看到呢 这是疾管局的最新防疫记者会 现在开始采购疫苗 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呢 所有人都能够打到疫苗 另外呢我们来看 今天是吴淑珍搬到高雄去之后 第一次到台北来开庭 今天下午呢 他要跟马永诚跟林德逊对职 但是今天早上 他先到台北看守所去看了陈水扁 当然这两天 大家非常热门讨论的话题 卢武炫跟陈水扁 而陈水扁昨天的回应 要好好的活下去 吴淑珍说呢 这个是陈水扁关久了 的情绪性字眼 那天我还说 他说要活着出来看 害他的人得到报应 这个言语上就比较激烈一点 当然以他现在关在里面 那么心静 当然比较 有时候 我比较有 比较一些 情绪化的语言嘛 这是正常的 吴淑珍在看了陈水扁之后呢 也转述了陈水扁的心情 当然陈水扁看起来状况还不错 那昨天陈水扁在这个看守所里头说呢 他会活着出来 要看的是害他的人得到报应 那苹果日报的电话与英民调当中 对于陈水扁的这个说法呢 有62%的人不认同 认为陈水扁是死不认错 还就杀把人 就是要看害他的人得到报应 那认为说他是清白的 才这样子说的人是22% 没有意见的人是14% 显然大多数的人 对于陈水扁这样子的说法 是不太认同的 那至于陈水扁所说的 害他的人得到报应 这个害他的人是谁 政坛当然大家也会来 这个解读跟衍生一番 民进党的立委李俊逸就直接说 就是马英九蔡守逊等一头拉股的人 就是害陈水扁的人 那蔡黄狼说呢 就是司法黑手 至于黑手是谁 路人皆知 这些人会一辈子良心不安 那对于司法被指控是害陈水扁的人 特征组的发言人陈云南也有回应 陈云南说呢 特征组办案依法行事 不可能存心害人 那另外呢 跟陈水扁可以说是宿敌的 邱毅邱委员说 他觉得他自己应该是 被陈水扁痛恨的对象之一 那国民党立委罗淑磊说呢 吴淑珍爱钱才会派陈水扁贪污官商勾结拿那么多钱 钱都是吴淑珍在花 如果陈水扁上天堂看老婆开心花钱会呕死 所以他才说现在不能死 这是我们看到陈水扁昨天谈话之后呢 民调的反应以及政坛相关人士的解读 我们来看这个现场最新的画面是 吴淑珍今天是搬到高雄去的第一次出庭 不过他迟到了7分钟 我们连线给记者刘士宇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我们可以看到 吴淑珍目前呢是已经抵达了台北地方法院的 这个国外路这边的门口 而实际上呢 吴淑珍呢 今天可以说是已经有迟到的情形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是2点37分 换句话说呢 他已经迟到了7分钟 因为今天开庭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 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吴淑珍一样 还是在看护的这样子抱他下来 目前是已经坐上轮椅准备要进入台北地方法院 而今天呢 他今天呢是以这个被告的身份 来到台北地方法院开庭 并且呢 他是申请传唤有关于余政线 也就是前内政部长为证人来对指 有关于之前在南港展览馆弊案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有涉嫌贪污 而实际上呢 吴淑珍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就特地是已经从高雄坐着这个快德捷运 然后到了这个台北 并且呢 是在上午的时候呢 是到台北看守所来看陈水扁 在下午的时候呢 则是来到了台北地方法院开庭 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形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吴淑珍看起来 申请还是还蛮有精神的情形 因为呢 其实他早上就已经蛮奔波的 从高雄来到了台北 而且早上的时候呢 就已经先到了台北开所所 来看陈水扁 下午呢 则是来到了台北地方法院要开庭 而目前呢 他人是已经进入电梯 即将要到这个第七法庭来开庭 而晚一点呢 相信那个前内政部长 于政宪也会来到台北地方法院 来一起开庭 并且当庭对职 而随时有最新的状况 再为你插播报道 把时间还给康内出播 好的 吴淑珍今天早上到台北看守所去 还有劝这个陈水扁 不要为难这个公社辩护人 还是要见人家 然后跟人家谈一谈 而公社辩护人曾德荣也说呢 他今天下午要利用吴淑珍开庭的空档 前来跟吴淑珍讨论 希望能够劝陈水扁 接受他的这个辩货 让整个庭讯法庭能够继续的进行下去 昨天这个民调 大家对于这个数字会意外吗 文嘉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意外吧 因为最近有很多民调 其实某种程度也把一些议题 大概会区隔成这样一个 接近七三笔的一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 在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是觉得说 这样子的定型化的区块 似乎感觉 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对 没那么单纯 那也很担心说 有些议题 似乎合理的中间地带的辩论空间少了 就很加就是自动归层这样 但我的推论也是一个很大 很抽象性的推论 我觉得社会的确对陈前总统 那番话给的评价都很差 我也不知道听到一两位 对他还颇有同情心的 可能在那百分二十一点六八 也都说这样说 不说很好听 台湾人的社会其实 也有点缘结 像我们经过去 文嘉那种老社区 人家说大母子 大母子就会说 我们善事不做产 善 穷死也不去做责 善事 你就可以吗 当然也是 不过是欧阶山在说 大母子就是这样 要说哭死不过责 就再大的冤屈 我也不到那法庭上 但是一种 那是一种落伍的男人的气节 不过你回来看 陈前总统 以这个最落伍的男人的气节来看 他是真的都没记住 那我觉得陈前总统那番话 还是有高度的政治操作的目的 他还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伪装 他自己成为一个 三中的被迫害者 然后他有计划的要去动员 他的支持者最后的仇恨 那形成一种社会谴责的力量 谴责那些他意志的加害者 在给他害的人 那这里面我觉得最脆弱的 可能就是那些司法官 那些所谓 他嘴巴中的中国司法官 蔡守逊 特征组等等 因为这些社会谴责 一旦孤立他们之后 我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他们的心防够不够 他们的那种预防针打得够不够 这我外行人 可能刘大哥可以 可以把我的乱推论指正 那我是希望说 台湾社会对陈鑫总统的情绪性的部分 我们可以一笑自知 但是那个具有政治意图的部分 要订阅死没那些事 秦才公公 所以陈鑫南还是秉持着一贯 温良恭敬让的回应 叫做特征组依法行事 不可能存心害人 所以没有害阿炳 陈鑫平说那些人要受到报应 我不晓得哪一个人会受到报应 除了吴淑貞这些被告会受到报应以外 司法以后会判决他们 那不叫做报应 那叫做司法审判 那报应要报应到谁 哪一个会受到报应 马英九会受到报应吗 继续干总统啊 他会受到报应吗 蔡守信继续干他的法官啊 司法官继续干法官啊 会受到什么报应 就算我们这些人 讲陈鑫平怎么样 批评他的话 我们也会受到报应吗 我不晓得我们会受到什么报应 好 便宜我告